狗爪子抓红了怎么办 狗狗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但是在与狗狗互动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会出现被抓伤或者是说抓红的现象 如果抓红了怎么办呢 第一个要看这个狗狗是不是自己家的狗狗 或者是说是不是已经做完了所有的疫苗流程 如果是说狗狗做完了所有的疫苗流程 那这个狗狗是非常健康的 一般来讲它也不会携带狂犬病毒 因为狂犬病一般 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说伤口有抓红的话 那我们会去建议给它用点酒或者清水消毒 并且用一些伤口喷剂去做一些外伤的处理 如果是说这个狗狗的话跟你并不熟 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是一只流浪狗 那你不清楚它的一个健康情况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你到人医院去让医生检查一下 并且去注射狂犬疫苗 这样比较安心一点 小贴士 如果不小心被自家的狗狗抓伤或者抓红 并且确定狗狗已经打过疫苗 建议可以用点酒或者清水消毒处理伤处 如果是被外面的流浪狗抓伤 你不确定它的健康情况 建议还是要去医院 让医生检查一下 并且注射狂犬疫苗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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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